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小姐 你的头发 怎么样了 还是不行 一口咬都喂不进去 骆大人 您想想办法吧 你们先出去吧 我来看着她 好 你还跟小时候一样 不让我省心 紫月 你总问我这玉佩 为何一待便是十几年 你出生那一天 侯爷就把这玉佩赏给了我 她笑着跟我说 从此以后 紫月就是你媳妇了 你可要好好照顾她 我当时年纪小 便把侯爷的话当真了 我就日日夜夜盼着你长大 好娶你过门 可没过两年 太祖家暴 她便在遗诏里立你为太子妃 当安我父亲 就要把这玉佩连夜送回地家 要不是我死命留着 怕是连这点儿联想都没了 我知道你累了 等你休息好了 我们就回京南 所以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姐 小姐 你的头发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